中国政府启动针对外国奶粉制造商 涉嫌垄断价格的一项调查 而在另一方面 很多中国的消费者深感 进口奶粉很贵的同时 又不敢买国产的奶粉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四中国发改委对生产婴儿奶粉的 五家外国公司和一家中国公司 涉嫌违反市场竞争法的指控展开调查 这些公司被控操纵零售商高价出售婴儿奶粉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婴幼儿奶粉消费国 自2008年爆发三聚勤安毒奶粉事件以来 中国民众对国产奶粉质量产生质疑 转而购买外国品牌的奶粉产品 甚至前往海外大量采购 北京街头的一些消费者 对政府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做法表示赞赏 一位32岁的母亲说 当然了 这个要少了一点 经济负担可能就减轻了 对不对 但是它要贵了的话 它要不降低呢 孩子要吃也没有办法 那肯定还是要吃的 是吧 但是政府要说 能就是让那个进口的奶粉便宜 当然我们是很高兴的 对我们的经济肯定是 负担肯定要减少了 就没有那么重的吧 另一位30岁的母亲 欢迎中国当局的举动 她说 那个应该降低 像那个真的工资少的人 对那个算是一个负担 但是一位孩子爸爸表示 鉴于国产奶粉质量低劣 因此外国奶粉价格再贵 他也要买 贵也得用精口的 国内的人不敢吃啊 着急有了毛病麻烦了 多少钱 雀巢公司星期四表示 他从下星期一开始 将把中国市场的奶粉价格 平均下调11% 以回应中国政府的调查 另外几家外国公司 还没有立即做出反应 调查名单上的 唯一一家中国公司 何生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表示 他将等待调查结果 目前还没有下调价格的计划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